上屆蒲和紅磚四大街空 令不少的湧蹬失望 不過球隊的靈魂田中鬥利王 在日積聯年度的頒獎典禮上 再次入選最佳11人 這次已經是他連續第五屆當選 身高優勢加上能攻線手 田中鬥利王在蒲和紅磚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上季的季初 由於紅磚有不少球員受傷 田中鬥利王曾經客串過多個位置 做過中場指揮官,甚至第二前鋒 首場環聯賽對著東京六一 大眼無止氣發 就連入三球成為一時佳話 不過在防守力度上跟07年的相比 紅磚的成績明顯下滑 這屆團中鬥利王要繼續發揮領導才能 帶領球隊向著各個目標進發 各領球優勢